大家好,我是小胤。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内网窗透技术。 我们为什么需要内网窗透呢? 比如,当你出差时,需要准备大量文件。 出发前,还需要反复检查是否遗漏了重要资料。 使用内网窗透技术,你就可以远程反问公司内网的文件和资源, 轻松获取公司电脑中的文件。 或者,你希望和朋友一起玩MyCovet,换售盼鲁。 通过内网窗透,只需几步简单的操作, 就能让在不同城市的朋友轻松加入你的电脑, 和你在同一个世界中建造家园,肩并肩共同冒险。 如果你是一名程序员,你的项目团队费别在不同的地区办公。 为了让对方能反问和测试你的项目, 你需要把测试版本部署到对方公司的电脑上, 或者发布到外部服务器上。 这不仅麻烦,还不利于快速调试和解决问题。 其实,你还可以使用内网窗透, 通过简单的设置,将本地服务器的端口印射到公网上。 不需要公网IP,也不需要大件装线, 你只需要把印射后的公网地址分享给外部用户, 他们就可以直接反问和测试你的项目了。 使用内网窗透的场景有很多, 那到底什么是内网窗透呢? 简单来说,内网窗透就是让外面的人可以反问你家里或公司电脑上的内容。 比如,你的电脑是你家里的一个小房间, 而互联网就像是外面的大世界。 通常情况下,你的小房间,也就是你的电脑, 是被家里的大门,也就是路由器保护的。 外面的人不能直接进来, 但有时候,你可能需要让外面的朋友 能够进入你的小房间来拿东西。 这时候,内网窗透技术就像是一个传话人, 他可以通过一个秘密路径将朋友的请求传递进来, 并将你的回复带回去。 这样,无论你在哪里, 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反问到家里的电脑。 那这个特殊路径是怎么走的呢? 我们用花生壳提供的内网窗透技术来举例。 首先,外面的电脑通过互联网向花生壳服务器发送请求。 花生壳服务器收到请求后, 通过一个安全的通道, 把请求转发给安装在你电脑上的花生壳客户端。 花生壳客户端收到请求后, 会把它转发给你家里的电脑。 你家里的电脑处理完请求后, 把结果发送回花生壳客户端。 花生壳客户端再通过安全通道, 把结果发送回花生壳服务器。 最后,花生壳服务器通过互联网, 把数据返回给外面的电脑。 知道了原理, 我们发布一个私人网站为例, 来演示一遍具体的效果。 这是我开发的一个项目, 我把它部署到IIS上。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IIS服务。 点击搜索。 输入控制面板。 然后点击打开。 点击程序。 在程序和功能这里, 点击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在弹出的Windows功能窗口中, 找到互联网信息服务。 勾选前面的复选框。 然后点击确定。 安装完成后,点击关闭。 这时,我们的IIS服务就安装成功了。 我们在任务栏搜索框中输入IIS。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安装的IIS服务。 下面我们开始部署项目。 右击网站。 点击添加网站。 这里输入你网站的名称。 这里默认会自动给我们建立一个应用程序池。 也可以直接使用默认的。 给项目新建一个程序池的好处是, 一个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池中出现问题, 不会影响到其他应用程序。 进建的应用程序池,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查看和管理, 选择我们项目所在的地址。 这个端口是服务器用了识别网络请求的一个数字标识符。 IIS默认会把它设置成80。 这个端口通常会被其他程序占用。 我们把它改成其他未被占用的端口号。 比如8088。 点击确定。 我们点击流浪网站测试一下是否发布成功。 OK。 发布成功啦。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疑惑, 我的这个项目入境下有这么多文件, 他怎么知道默认访问这个网页呢? 我们记住这个网页的名字是index.html。 回到IIS。 这个默认文档指的就是程序运行时默认访问的文件。 这里有很多个, 它会先匹配第一个名字。 如果没找到, 再匹配下一个。 如果匹配成功了, 就会打开这个网页。 所以, 我们通常会把不需要的名称删除。 只留下默认访问的文件名称, 减少服务器的处理时间。 好了, 网站发布成功后, 我们用另外一台电脑看看是否能正常访问。 这里显示的网址是localhost 8088。 这个localhost是访问计算机本身的意思。 那别的电脑来访问这台电脑就需要把localhost改成这台电脑的IP地址。 我们按下vn加r快捷键。 输入cmd, 打开命令提示符。 在命令提示符中, 输入IPconfig, 按回车键。 这个IPv4地址就是我们要找的电脑IP地址 我们在浏览器中通过这个IP地址 反问刚刚发布的网站 OK,反问成功 这是我的另外一台电脑 在浏览器输入网站地址 显示无法反问 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外面的朋友没有通过允许 是不能进入你家里的 那怎么能让其他电脑也能反问这个网站呢 重点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内网穿透 为这个网站建立一个特殊通道 首先,我们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花生壳客户端 在浏览器输入花生壳下载 这个就是花生壳的官方下载地址 点击免费下载 这就已经在下载了 下载完成后 我们双击这个EX英文键 进入安装向导 这里选择你程序安装的位置 或者直接安装在默认路径 点击立即安装 好,已经开始安装了 安装成功 桌面这里出现了一个备热花生壳的程序入口 点击立即进入 这里有使用微信或花生壳 和APP扫码和账号登录两种登录方式 如果没有登录账号 则点击右下角立即注册按钮 先注册一个平台登录账号 输入账号和密码 点击登录 第一次使用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免费激活 OK,激活成功 下面,我们开始给网站增加一个内网创透映射 非常简单 点击右上角加号图标 它会自动跳转到花生壳管理平台的创建映射页面 你也可以点击管理平台左边菜单栏中的内网窗透 添加映射进入 因为我们要映射一个网站到公网 所以映射类型选择网站应用 这里填写网站的名称 映射协议这里 使用https协议 用户反映我们的网站时 数据都是被加密传输的 只有网站的服务器才能读取到正确的信息 可以防止数据被窃取或创改 而且花生壳已经自动帮我们部署了SSL证书 不需要我们再去本地进行各种配置操作 使用http 用户在反映网站的时候 一指南前面会有一个安全提示 告知用户不要输入任何敏感信息 如果你只需要普通的非加密反问 选择http也是可以的 公网域名就是你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的地址 比如bilibili.com bilibili就是它的公网域名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系统随机给我们生成的域名 也可以选择自定义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公网端口 https默认就是443 内网主机这里 连写网站所在电脑的IP地址 也就是这个IPv4地址 内网端口 在填写我们前面发布网站时设置的端口号 如果你是付费用户 还可以在更多设置这里添加反问控制 比如用户需要输入口令才允许反问 还可以指定只有上班时间可以反问 或者指定哪几台电脑能反问 或者只有哪个程式可以反问 有些浏览器不安全 你还可以指定特定的浏览器 如果你担心旧的电脑操作系统容易被攻击 你甚至还可以限制只有安装了特定操作系统的电脑 还允许打开这个网站 点击确定 OK 映射成功 这个是我们映射后的网址 我还是用刚刚那台电脑打开这个网址 反问成功啦 是不是非常简单 使用内网映射除了发布网站 共享电脑文件和朋友联机打游戏 还可以远程监测智能硬件设备 让公网反问本地Socoso数据库 甚至是创建自己的私有云盘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了 如何使用IIS服务部署网站 以及如何通过内网映射将网站发布到公网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不知道你还对内网映射的哪些功能感兴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没准下期就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